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黎 在美國洛杉磯舉行 為期三天的E3電玩展 壓軸的當然就是任天堂的新主機啦 這個擁有6吋的觸控螢幕 外觀能上平板電腦的控制器 就是Wii U的最大特色啦 但是到底實際玩起來是怎麼樣呢 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在今年的E3展之前 最大的爆點 莫過於是任天堂所要推出的新機種囉 而他們也不負玩家的眾望 在E3展公布了Wii的後續機種 Wii U 並預定在2012年推出 Wii U除了對應高畫質的1080P 還特別強調會向下相容Wii的遊戲 以及周邊的配備 而最大的賣點 就是那一件6吋的觸控螢幕的 新型控制器囉 這種顛覆以往主機概念的設計 讓玩家可以在電視 以及控制器之間 自由選擇遊玩的平台 當連接電視時 可以用觸控螢幕做互動式的操作 而只使用控制器時 也可以當成顯示器來遊玩 真是一種主機多種玩法呢